等待 徐总监 刚才心虚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不想节外生枝 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难道不值得说声谢谢吗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保守秘密 不一直都是 徐总监的诉求吗 我希望你说话能够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注意分寸 范芸汐是我男朋友 所以呢 所以我说了 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你觉得我是个麻烦 没错 还是一个大麻烦 那你猜 我会不会给你带去 更大的麻烦呢